大家好 我是文哥 今天我们继续讲大发不动场第十集 上集我们说到 仁范在话剧团找到放有附身后遗症的智雅 他正欲靠近时 毕业巡的保安发现 仁范不经意间手触碰到智雅的肩膀 随即被智雅一个暴摔狠狠的放倒在地上 随后智雅便清醒了过来 两人回到不动场 仁范想要将那条防止附身的挂罪反给智雅 在他心里 虽然20年前那个夜晚的真相依旧模糊 但仁范相信童年时 又有的那条同样吊坠 一定是叔叔从智雅妈妈那得来的 文言智雅又将吊坠交给他 也为上一次自己过激的行为向仁范道歉 两个同样在追行亲人死亡真相的人 在此刻互相理解和鼓励 智雅回到办公室 看见女学生正坐着等他 助理将他安顿好之后就要离开 让智雅负责安慰他 无赖之下只能答应帮助女学生尽快搬家 一度被凶手的骚扰 而女学生却哭指说起怨鬼遇害一事 倒是由于自己害怕 明明察觉到了对方求助的眼神 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离开了 这个怨鬼一定不会放过自己 这些话让患有驱鬼后遗症的智雅 心中无比难受 他靠近女学生一字一句的对他说着 这个女孩是为了救你而死的 就算成为冤魂回来 也是为了保护你 那一边刘警官端向着 那张画着恩猛标记凶器的纸张 随后他来到凶手开着餐厅闲聊 他趁机走进厨房里 那里正巧有一套同样带有恩猛标记的刀具 部社长依然没有放弃 全都被二楼的智雅妈妈迷惑了心智 随后便大夫有鬼四处逃窜 前夫在小店里的小混混 就正在一边得意的录着视频 就在他嘲笑必吓傻的混混时 部社长的秘书找到他 逼问之下 混混把前夫期间打烫的消息 全盘突出 女学生正在听闻智雅转述真相之后 决定不再怯弱躲避 他想要以自己为诱饵 将凶手抓个现行 这不仅为了替猪贤报仇 也能够卸掉自己身上 背负的罪恶感 开启自己新的生活 原来充满勇气的女学生 智雅答应了她的请求 当晚女学生故意从凶手的餐厅前走过 果然凶手立刻被她的身影所吸引 毁随她来到女大学生所住大楼 并按开了密码所进入女学生的卧室 从监控中看到凶手上钩后 大发不动产的众人便立刻出动 卧室里的女学生很快察觉有人进来 她惊恐地问着对方 为何要这样 但变态的凶手只是让她乖乖听话 随后一把扑向了床上的女学生 正欲对她不利 这时智雅和同伴冲了进来 将她打翻在地 回来凶手掏出一把刀 将智雅的手划伤 然后窗房挨逃 此刻正在面包车上监视者的人犯 看到智雅受伤 立刻赶来自援 人犯和智雅废合后 对凶手穷处一步舍 最后在路口狂奔的凶手 被一辆大货车撞飞当场死亡 随后赶来的智雅却浮出一口寒气 原来凶手的鬼坟 立刻在原地显现了出来 并对智雅展开了攻击 智雅和仁范默契的眼神交流后 便合作开始了驱魔仪式 智雅快速的用血迹写下了凶手的名字 而仁范则摘下脖子上的挂坠 让鬼坟覆在自己身上 表人开始了一方打斗 虽然被鬼坟覆身 但仁范却依旧传留着自我控制意识 阻止鬼坟攻击智雅 智雅拿出驱魔神器 果断的吃进仁范的胸口 随即鬼坟飞飞湮灭 这时警察珊珊来迟赶到现场 将众人带去警察局 但警察早已从仁范的面包车上 拿到凶手来到女学生卧室里的监控录像 并将今晚的案件 作为普通的交通事故处理 在警察局门口 女学生对智雅表示了感谢 这天智雅决定要去上陈子的鬼坟 助理文言大为不解 智雅解释着 他想要知道母亲死亡浪漫的详情 就必须要看看陈子的记忆 而助理仍旧极力阻止 还列举人犯上一只被陈子 附身后的凶暴行径 他为了智雅的安全考虑 并不想让他去上陈子的鬼坟 可智雅心意已决 他要为宿主妈妈勇敢的尝试任何事 这份固执让助理束手无策 随后智雅找到人犯 表示要请他吃饭 两人坐上车后 智雅开始对人犯诉说着 上一次他们两人一起被都市人绑架 关键时刻人犯被鬼坟附身 阴差阳错 减肥性命的事 都市长身边 听到这样一方法 人犯不停追问者更多信息 于是这样对人犯说道 自己想要去上陈子的鬼坟 但不便让你参与其中 因为素不相识的鬼坟 已经能让人犯痛苦不堪 不况是自己的叔叔 他希望由自己去承受 然而人犯却表示 不管结局有多么残忍 他都愿意去承受 紧接着他们找到同伴 一起商业者行动计划 因为负责人生生的鬼坟 与凶宅的鬼坟并不一样 所以第一步就是让都市长愿意配合 随即人犯和同伴又开始发挥自己以前的诈骗技能 人犯假计把大发不动场出售的借口 趁机将投影仪器安装在都市长办公室 另一边卷毛打扮成清洁工 在各处安装投影仪 初步设置完成 接下来就是等都市长公司的闹鬼传闻 看着人犯和同伴自信满满的样子 智亚还是半信半疑 但人犯却表示 三天内都市长一定会找上自己 没过多久 智亚就接到都市长公司的电话 请他上门服务 走进都市长办公室 智亚看见诚直的冤粉 正寸步不离的紧紧贴着都市长 都市长假意询问了智亚 鉴于公司最近流传的闹鬼传言 要如何解决 智亚一边看着诚直的鬼分 一边对都市长说着 自己会替他进行驱魔仪式 但高音说完 都市长便扑翅的笑着打开电视 屏幕上正播放着卷毛偷偷安装投影仪的画面 原来人犯和同伴的计划 一开始就被发现了 回到大发不动场 智亚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人犯两人 正当商人急着想办法时 市务所又来了客人 这一次委托人是一位工厂老板 他想要卖出自己闹鬼的废旧工厂 听完了工厂老板诉说 智亚带着人犯前往工厂 看着两人的车辆走远 助理来到一个工地与都市长见面 两人眉头眉脑的进行了一番对话 都市长便转身离开 而助理在返回的路上 被突然从天而降的重物 砸到身上生死未卜 同样陷入困局的还有智亚和人犯 他们认真地寻查了废旧工厂 发现这里并没有鬼出没 这时两人所在的冷库 大门必突然关上 这冷装置瞬间被启动 他们意识到了 这次委托明显是个圈套 有人故意引他们来到工厂 然后将其困住 冷库里越发寒冷 人方紧紧握住智亚的手 害怕两人死在这里 也会成为怨鬼 就在这生死关头 冷库里的电路开始出现剧烈的波动 刚要电流过后 冷库的大门必打开了 在门口和人出现了 一个披头上话的怨鬼 智亚定睛看向这个钱来拯救他们的鬼坟 他正是自己的妈妈 好了 本集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请帮我们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